大家好,今天要介紹一下關於3D列印 一般我們做後處理的時候,該怎麼去做它呢 那這邊後處理呢,最主要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打磨,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上色 那這邊呢,在這個之前呢還有一個是拆支撐 那對於拆支撐有興趣的人可以到影片底下這裡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去看這個拆支撐篇 這邊都有說明到一些拆支撐的技巧 以及說我們在上色的時候需要什麼工具 這裡也都會有說明 有興趣的人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去觀看 那這一個物件呢,我是拿了一個之前所製作過的物件 那這邊呢,來粗略的跟大家做個示範 那一般我們在做單色列印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物件呢,列印完成平 它看起來呢,會是比較單調一點 那看起來這個物件呢,我有做了兩個尺寸 一個是小尺寸,另外一個是放大型的 那這個放大型呢,看起來是沒有印得很好 那這個大約是兩年前所印的 那一直放到今天,那這一次呢 藉由這一次的教學呢,來把它修整一下 那順便示範給大家看 那怎麼做,我等一下會慢慢的來跟大家做解釋 首先呢,我們在物件的表面 像這一隻呢,是一隻黃金獵犬 那它在鼻子的那個地方呢,是沒有印好的 那這個地方呢,是有一點均裂的問題 好,以及說它底部的腳這裡呢 好,也有均裂的問題 那這裡呢,我是不想使用補圖呢 來把它做修整 好,原因在於說,我如果用補圖修整的話 好,我是用補圖黏土 那當然是用上去的話 它這個表面印化之後呢,會比較難處理的 好,因為這個物件它表面呢 好,原設計它是做了一個毛的紋路 那這個紋路呢,是 剛好是這樣子,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所以我如果做了一個補圖的話 那這個地方,在打磨上會非常的困難 好,可能打磨 打磨得不好的話,反而會比原本它這樣均裂的樣子呢 還要更難看 好,所以那我就用了別的方式來處理它 那我就嘗試一下用白膠把它補起來 好,那我看一下最終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算是一個測試型的 好,看一下它這個白膠把它補上去之後呢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一次呢,我會介紹這個物件呢 主要是因為它是非常適合初學者來入門的 好,就跟剛剛前面講的 今天要介紹的是後處理篇 好,那就是我們要讓我們的物件 原本是用單調的物色 讓它變成一個比較,色彩比較鮮豔 好,讓你的物件看起來呢 會比較真實一點的 好,那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它是比較適合初學者 好,原因在於說這個物件是不需要做支撐的 那不需要支撐的 那個前提下就是 它打磨的地方會比較少 好,一般初學者要入門打磨的時候呢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會建議那種 選擇一些不用支撐的 然後來做一些測試 然後再來做後處理 好,這樣子你會覺得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那等一下會來介紹一下打磨 關於打磨這一塊 那不會介紹的太深 因為這邊呢,是一個入門 好,要讓你進入一個打磨的感覺 那這次打磨呢 介紹也不是說是 非常難打磨那一種 而是稍微修整而已 那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了 這裡呢,我們就要觀察一下我們物件的外觀 那首先我們入門的話是選擇一個不用支撐的 那相對它的外觀呢 是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可能有一些地方呢 會有一些小毛邊 那這時候我們會運用到兩種工具 好,一個是錯刀 另外一個是砂紙 那以...一開始呢,我會以錯刀為主 好,錯刀的話是比較粗錯 好,就是把一些比較粗糙的地方先把它磨掉 磨完之後呢,我會再用比較細的砂紙 好,讓它的表面呢 再磨一下 讓它磨起來可以光滑一點 這樣子呢,等一下在塗顏色的時候呢 會比較好塗 好,塗上去會比較一致一點 好,運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要用一些電動或氣動工具 好,那就看個人的喜好 我一般是不用到電動或氣動工具 好,因為如果是用到了 這個...這兩種工具的時候代表說 你要打磨的地方是非常頑強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表示說 你是印得非常不好 才需要用到這種工具 那這樣的話,你處理起來會非常辛苦 所以還是建議說 在練印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用支撐,那可能要設定好 如果不用支撐的話,相對是比較好看的 那這邊呢,就要看各位的 印碗的物件到底是怎麼樣 再來做搭配 好,那這樣子就是 我粗略讓它示範一下 那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打磨完之後呢,就要來做上色了 那上色的話,這邊的工具 如果你有興趣的可以參考 上色的工具篇 這邊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好,以及顏料的測試篇 這裡也會告訴各位 好,運用這個壓克力顏料呢 到底會 它有沒有防水呢 以及一些測試 有興趣都可以去影片底下觀看 好,那這裡呢 我會使用壓克力顏料來塗顏色 那我會建議一般入門的時候呢 你選擇一個比較單純一點的上色 不要選擇說顏色太多或太細小的 這樣塗起來會比較困難一點 也建議說你的物件盡量的把它印大一點 稍微大一點 這樣子在塗顏色的時候 一開始會比較順利 會比較輕鬆一點 當然也不要太大 太大你可能塗起來呢 也會蠻辛苦的 就 依各位的適中的大小 好,那這樣子呢 怎麼去塗它 一般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訣竅 你就是這樣一筆一筆的把它塗上去 那切記呢 每一層在塗的時候 盡量不要太厚 你可以薄一點沒關係 都塗體層 那等一下我會來示範一下 可能在影片中你會發現說 有一些 塗起來之後你會看起來 怎麼沒有那麼均勻 這是蠻正常的 塗顏色呢 是 不要太急 一開始你塗上去 你會覺得好像塗不均勻 這時候是正常的 而且每一種顏料的顏色都不一定 有的顏色就特別難塗 這邊各位要去拿捏一下 那塗上去覺得不好看 沒有關係 塗完之後呢 你要讓它再 稍微乾燥一下 然後再把它塗的第二層 好,那 我這一支呢 我記得我是塗的 大約是兩層 好,兩層就已經OK了 好,那這邊呢 各位來 測試一下你的物件呢 要塗幾層 好,那 也不是說越多層越好 有些物件呢 你塗的太多層 反而看起來很厚 反而會不好 好,那還是建議不要 每一層在塗的時候 也不要太厚 好,盡量以薄的 薄薄的一層為主 慢慢的塗上去 把它塗到飽和為止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我的示範囉 好,那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們一起去 unravel 巴カ Shane 巴開 巴 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那上完射之後 我們來比對一下 先前我們所還沒有上射之前 會發現說 兩者差異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只要透過簡單的後處理呢 就能讓我們3DDN的物件 變得更完美 其實呢 試起來不會太困難的 我們只需要簡單的打磨 你要不打磨也沒有關係 以及簡單的上色 就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有時候你可能想說 每次如果什麼物件呢 都要用一些特殊的顏色 來去列印它 那其實呢,你也可以透過 後處理的方式來處理 你只有單純的白色 或是一些簡單的純色 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來讓你的3DDN物件 變得更多元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 看起來真的是不錯的 蠻推薦各位去嘗試看看 也許你沒有嘗試過 那這邊其實入門的話 是蠻輕鬆的 而且CP值蠻高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這是什麼的 我們來為止 做的 我們來隨便 找你 做的 好 好 我們來自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